高雄大气暴不少在第一线的警销受伤 而前今消防分队长于太运 他被严重的灼伤 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当时他强忍着剧痛 请求支援之后才大声的哀嚎 但还是将救护车 先让给了其他的伤患 他无私救人的精神相当伟大 而他也非常的好学 还未利用平常休假的时候 到空大进修 今天上午是毕业典礼 他重伤 没有办法亲自参加 校方特别的通融 让他的儿子带领毕业证书 19岁的余良宏从空大校长手中 领到父亲的毕业证书 内心格外激动 因为父亲在受伤前 一直在等这张毕业证书 想多拿一点学历 他等这个毕业证书等一两 现在没有办法 大家都抱着 高兴的心理 一定心理那么大 所以直接就这样的东西 再负责帮忙再拉一下 余良宏的父亲于太运 就是刚好是前进消防分队的分队长 曾经多次救灾都代表消防局受访 气暴当晚在第一线救灾的他受到严重灼伤 但他强忍剧痛不断的请求支援 尽管痛到哀嚎 但他人人将救护车让给其他伤患 气暴当下还去 就是已经被炸伤了 还去救 还去救那个就是路过的歧视 然后开始把救护车让给你 对他把救护车让给你 余太运是英勇的消防员 私底下也很认真好学 都会利用休假时间到空大进修 17号上午是他的毕业典礼 但他重伤还在家务病房观察 无法参加 消防也特别通融 让他的儿子带领毕业诊书 在毕业典礼上 消防特别颁发一座 粉额不回的讲座给余太运 因为他不止英勇 冒着生命危险 守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在受伤后 仍然秉持无私救人的精神 令人尽重 借王家切红月方 高松报道